每年的七八月间都有各种升学考试举行 那么对于参加联考的考生来说 那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的未来往往就决定在这一次的考试当中 对于考不好的孩子 落榜的伤害跟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这就难怪我们常常听到年轻人因为害怕联考 或者是因为落榜而自杀 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 不知道圣言法师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开胜 事实上我们一出生开始就在参加联考 不过没有人在打分数 虽然没有人打分数 不过我们在考试是真的 就是人生的经验的过程之中啊 有的是在体能上的考试 有的是在这个智能上的考试 有的是在毅力上的考试 红索起来或者是呢 这个绝部的来讲 就是讲到我们台湾的联考 联考的时候小孩子应该呢 以什么心态去考试 那么参加联考的孩子的父母啊 应该有什么心态呢 来面对的这场考试 以及面对的孩子的考取和考不去 这个两种问题啊 我们明明知道参加联考的人数啊 跟预定会录取的 被录取的这个名额 是悬殊很大的 这几个人之中只有一个是考取的 还有其他的是考不去的 那这个先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不要让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自己考试的这个青年 自己的内心啊 有这么大的一种压力 考试就是考试啊 读书就是读书啊 考试就是读书 读了以后再考 考了以后再读 这是自己的本分呢 那考不去怎么样 考不去又怎么样 考不去就是考不去啊 我考取的很好 人家考取的也不错啊 所有的人都考取了 那不需要考了嘛 总是有人考不去的嘛 正好领导我考不去 那可能我是准备不好 第二 可能不是准备不好 就是当时啊 考试的时候啊 我的体力不好 或者是太紧张了的时候啊 一时间呢 诶 好想知道啊 好想知道 一看这个题目也知道 看来这个那样的题目也知道 结果又怕考不去 结果一紧张啊 打这个题目又怕忘掉那个题目 打那个题目又怕忘掉这个题目 就是大来大去 结果不及格变成了 这种情形呢 就反而啊 就是一种换在换在的心 参加考试的话 能够考取的 能够考好的 也真不简单的 所以是呢 一定要用啊 平常心来去参加考试 考取是应该的 那考不去呢 不是什么丢脸的 我刚才讲的啊 考不去的原因很多 为什么要自责自己 考不去的关系 这个因素很多 为什么说一定要非考取不可 不考取就不得了了 另外呢 有的呢 填志愿呢 填错了的 填志愿根本就是填错了的 他自己本身希望要多什么 一定要多少分数 要考什么东西 要多少分数 结果他的分数不够 那填错了 又是考不去了 如果说 我知道我自己 大概是胜利是什么 那我填 我大概 我能够考到 一百分的 那我填一个八十分的 一个志愿 那可能考取啊 我大概只有八十分的 这个能力 我填一个一百分的志愿 那个能够录取的机会 就不多了 我讲这个话 我是不是讲的内行话 我不知道了 反正是 考试的时候 年轻的人考试 自己的心态 考取很好 考不去 没什么丢脸 明年要不要再考 看看嘛 情况许可 再补习 或者是再充实 再考 或者是考到 并没有考到 自己的理想的学校 没关系 先去读 读了一年下来 转学也可以嘛 转系也可以嘛 到那个时候 也可以了 重新再考过 再转系也很好 至少已经有个学校 可以读了嘛 至少仔细有一匹马 可以骑 总是并没有马 骑就要好嘛 那以父母来讲 要求儿女考试 考好 这是正常的 就是望之成龙 望女成父母 这是正常 可是呢 不要过分了 过分了的时候 适得其反 你对孩子的压力又重 要求标准越高 这个孩子又倒霉 他考取的 考中的可能性 越低 那你何苦来这 一定啊 就是要鼓励孩子 勉励孩子 孩子啊 你去考 妈妈或者是爸爸 我听你念观音菩萨 你也念观音菩萨 你考试的时候 不要紧张啊 考不去 没关系 考取很好 你念观音菩萨 保佑你 你心里不要慌 不要急 考不去 爸爸妈妈不会说你不行的了 没有关系 但是你尽力而为就好了 以这种心态 以这种父母的心态 以这种考生的心态 考试 考及格 被考取的机会要多 而考不去的 孩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父母也不会那么伤心 那不是很好吗 许多的人都是啊 自找麻烦 自己找倒霉 自己逼着小孩子啊 要他跳河 要他去自杀 这是父母逼的 有的呢 不是父母 小孩子自己的要求 就是这个样子 这种呢 父母们知道了孩子 有这种心理倾向 就要劝道他 老师们知道 学生有这种心理倾向 也要劝道他们 不要让他们走绝路啊 这个路多得很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